好 凤榮地区农会26号在木榨农会举行 凤榮有机豆奶健康新生活行销记者会 全新包装通过食品HACCP安全认证 为凤林镇万荣乡在地大豆产业链注入新的活力 凤榮地区的黄豆生产面积约60到70公顷 总产量在60公吨上下 农会加工厂可以加工的量 足以提供在地大豆农友一个稳定的通路 26号特地来到木榨农会举行 凤榮有机豆奶健康生活行销记者会 凤榮有机豆奶健康生活行销记者会 凤榮技棋农会刚才有跟各位报告了 我们的豆奶工厂是在49年 全台第一家成立这个豆奶加工厂 到现在已经有62名历史 经过演变以后 从塑胶瓶到现在玻璃瓶 那以往的行销通路 我们都着重在花莲跟台东 因为交通的问题 所以很少到外县市来行销 那今天透过就是农粮署一个计划 就是大粮商的一个计划 我们规划就是在台北 桃园还有就是新竹三个农会 在台北的部分是在木榨今天开一个期整会 明天到桃园的平鎮区农会 后天在宝山农会办理三场的赤饮 一个品尝的活动 还有就是食农DIY的一个体验活动 木榨农会总监事并表示 以点对点的行销方式 期待能够将凤林地区农会所生产的有机产品 可以更密切的合作 让北部的消费者可以吃得更健康 木榨来讲是一个度位型的一个消费率的农会 那我们对于推广这种优良的农热产品 是故意 尤其像凤隆今年的这个农奶 尤其农奶的上市 那之前我们会里面对于他们的那个 那个那个曼城米 他的那个薄皮辣椒等那个农热产品 我们也一直都有在游户当中 那未来呢 我们希望能更加深入做 甚至把兄弟酒会们 大家一起拉进来 把正好的这些优良的农热产品 来做一个行销 凤林有机豆奶健康新生活 全国行销活动展开 包含凤林政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农粮署花莲分署 花莲农业改良场 长官贵宾都到场支持 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都能够选择健康的产品 不只能够打开有机豆奶的通路 更可以借由记者会 奠定有机豆奶的行销基础 记者凌杰综合报导